-有 Moon 依онец來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館中祥 参战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式新闻一体中心编恩 还有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制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让大家了解到 在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在制度文化 甚至在政策法规部分的一些问题 那在台湾其实这个所谓的仓记 或者是在有关于毒品 其实在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高度争议 而且其实对大部分来讲 这些都是不能碰的坏东西 那可是前一阵子发生的一件事情 也值得我们特别的去关注 就是有八名的这个六十到七十位的妇女 他们其实参与了这个国际的这个贩毒的 这个协助运送的工作 那这八名的妇女当中 其实其中有七位曾经是留婴 或者是有担任过这个性工作者 这个比例非常非常高 而且这个年纪也非常非常的大 那法院也在前几天做出了判决 将在十月十月三十一号的时候 入肩服刑 并且他们必须要面对八到十五年的刑期 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在台湾的性工作者的这个争议 其实已经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我相信关注我们的节目 或是关注PN 关注公库的朋友 应该也都会常常看到我们对于所谓的 日日村关怀互助协会的一些报道 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在争取公倉的权益 从这个陈水扁这个担任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废除这个倉计合法之后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争议也都不断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邀请到日日村互助关怀协会的主任 萧怡婷 还有这八位这个协助运送毒品的 这个其中的一位小玉 一起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谈谈 这个其实说实在的是让人家非常沉重的话题 两位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我想先请这个怡婷先跟我们讲一下 稍微回顾一下在当时这个台北市市长阿扁 还在当市长的时候 曾经就有废除公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我们知道在内之前其实公倉是合法的 那而且这其实是解决某种在台湾的 这种所谓社会需求 那为什么阿扁会去废倉 那废倉之后对于这个 他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我先讲阿扁在台北市长的时候 废倉的这个之前 稍微先讲一下 给广老师知道一下说 公倉制度以前是怎么管理的 以前公倉制度是管人 管业者管地点 那人是在表达的是性工作者 那性工作者他的管理是 需要实名登记 就是真实的名字要向政府登记 然后拿了一个叫妓女证的 那他定期需要做 每一个月需要抽血检查 每三个月需要直接是处诊的检查 确保有没有公共卫生的安全 那并且是业者的部分上面 就是公倉馆的老板的部分上面 政府是规定说 跟小姐的抽成是三七分 那他们也是每固定都是要受政府的管理的 那再到地点的部分 政府的管理是 后来就是比较是定为说 大同区的归稀街 以及万华区的华西街 这两条是可以允许 合法的设立公倉制度 所以后来就慢慢演变成 有一个专区的概念 对对就是他因为 严格来讲应该是说 供需不符啦 就是说台湾那时候的 合法的空间 还是有一点是太小了 所以他会变成是 进入不了非合法的 一些新工作者或者是业者 他就会在周边聚龙城市仓馆 所以他的确当时 不管是归稀街还是华西街 都有公倉 那附近也有市仓馆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 留营或者是站边 这样的一种工作的形态 当时比较不是留营 都是公倉馆 就是有点是在室内 里面有小姐 客人有需要就进来 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公倉制度 回到2006年 在陈衰扁在上任之前 他在市长的2006年的时候 1997年 对不起 我再重新讲一次 就是陈衰扁在1997年的时候 他废长 那他当时是因为在市长选举之前 他就跟所有台北市证明说 我要扫黄也要扫毒 那所以他上任之后 他就是是的确就是大力扫黄 那他针对的是 比较是八大行业的 那八大行业因为那时候经济还比现在还要更蓬勃一点 所以这种八大行业也好 或者是仓技这个行业 还能比现在再更有一种经济的一种 经济的一个 比较规模 比较有他的一定的规模 他的活动力 对 那所以其实 影响了很多台北市的八大的业者 比如说他三不五十 他就是用有没有硬体设备 有没有符合合法化 合法的规则 所以他就是断手断电 当时常常就是这样子的取缔方式 那这样子长期下来 其实是引起了很多民怨就对了 因为说真的 即便是那个时候 真的会从仓 或者是在酒店里面工作的 还是人就是因为是缺生活费 所以需要是冒这个风险去做 做这个被污名化的行业里面工作 那所以那个会慢 那之后都一直蔓延到市议会 那市议会那时候 因为陈水扁是代表民进党 那时候就是由国民党的秦惠珠 他就在议会咨询 攻击陈水扁说 陈水扁你知不知道 你一面扫八大 可是你一面发128位工商的妓女证 你这个是不是矛盾吗 他挑起了这个矛盾 这矛盾一挑起来之后 陈水扁在几乎在24小时 这作为市长马上热令说 台北市政府要废除 当时的台北市工商自治条例 所以引发了 那因为那个年代 其实一定程度已经不像过往的 我看这个新工作者的工商的统计下来 都是算少了 因为128位嘛 那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引发了 128位的就是工商阿姨们 他跳脚 因为他要捍卫他的本来合法的工商的工作权 所以引发了一年又七个月的工商抗争 那工商抗争抗争的一个战果 就是说有争取到至少是缓冲两年 对缓冲两年 那缓冲两年之后 台北市一定程度就是正式 就从曾经有一部分是合法的管理政策 到全面就是非法化 性产业不管是 就是都变成是非法化的时代就开始 所以在这个缓冲之后 事实上还是要面临到原本是一个合法工作 那后来就变成是一个 没有工作或是要必须要非法工作的这种状态 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当时就有一些工商或是新工作 他其实年纪就已经有一点年纪了 所以他们在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 虽然有两年的缓冲 但是事实上这两年要让他们转业 或者要学新的这个工作技能 或是要重新的走路到社会 恐怕都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 那所以在这两年的缓冲期之后 这些阿姨怎么办呢 这些工商的大姐怎么办呢 我们知道其实后来有发生的非常非常多的 包括白蓝阿姨 包括关姐这些类似的这些悲剧 那除了这些悲剧之外 其他的人他们的生活又是什么 我先稍微讲一下 刚刚管老师讲说 两年之后这一百多位的工商小姐 就是是进入了一个不能再从事这个行业之后 他们其实大概是七成八成 还是转入私舱 还是冒着非法的风险去做私舱的工作 七八成比例非常高 非常高 这个是为什么 就是反映是说 即便台北市政府在那个1999年的时候 废除了工商的这个权利 可是回到这些工商阿姨 作为新工作者 他本来就有养活他家里的经济问题 比如可能是爸爸妈妈年老了 那他有长期的肺病 那他这个都是要长期的医疗费 那再到说有一些 我刚刚讲说七八成 那剩下的两成 有一成是就像关姐或者是白蓝 不是自杀的不是摊放的不是忧郁 一直闷在家里的 那剩下的一成是非常稀少状况下 才有可能是不做这个行业 那像我们就会看到 但是是因为就算不做 还是要养活自己嘛 那我就分享一下说 有一个工商阿姨叫利君 那他是后来他费舱之后 没有再从事私舱 一来是很幸运 他已经把两个小孩养活了 可是同时是因为是 他刚好在差不多那一两年 得了乳癌 那得了乳癌之后 他就为了要 就是不要让他的癌细胞扩散 他就切除了一面 那也因为是他的病 所以其实一定程度 他要从事一个再继续做性工作的 我们讲粗鲁一点的话 就卖向好了 就是那个劳动的条件上面是 就是是少了很大的筹码 所以他就不能再从事了 那不能再从事之后 因为他也 这一位利君阿姨是 也是前制救会的副会长 所以后来也是跟我们一同 成立日日春协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前工商阿姨 我们也一起跟他在发展 曾经有一段差不多将近十年的经验是 跟他一起发展村夫人事务处 就是说做一个养生处 那这个养生处也是也会经验到说 只有几个常年在劳动压力很大的 这个有各种工商的一种身体的状况下 要再做这种转业 其实也遇到了非常多困难 其实很多时候 这是因为日日春协会 所以有很多年轻人 跟阿姨们一块合力 才有办法把这些产品公出来 所以从日日春关怀复助协会 其实也尝试着所谓的转业 或者是让他有其他的工作 可是因为刚刚谈到年纪 或者是他本身的能力等等的因素 包括市场也是没那么容易 恐怕是一个很大的困难 可是我想要请问一下小玉 小玉本来也是在从事这个 在做工商的工作吗 不是 因为我今天会从事市场 是因为我家里发生火灾 然后被覆起 民事上三百万的赔偿 那这当中家庭的重担就是 我必须出来承担 这样子 所以从事工作 这个工作大概有多久的时间 这个工作大概有二十几年 我想很多人会问 就是说 那虽然你们家发生了火灾 然后有背负的这个债务 但是其实工作很多嘛 我们看到包括这个蔡从龙导演拍的这个工商启示录 里面有一段对话 他说你喝咖喝酒嘛 你为什么不去做别的工作 要选择做这种所谓的流音呢 我们的学历不高 那又没有一技之长 那我自己还有个 我担心我还有个小孩 小孩也提到多病 那我的家庭 我的父亲 当中 我即便是今天去做一个自助餐的 我也曾经去做过 可是因为我们的身体 我自己的身体就是不好了 这不是说借口 然后当中 每个月所赚的钱 根本没有办法去负担一个家庭的 沉重的家庭 所以在不得已之下 我才走入这个时常工作 所以做其他工作 对你的困难是什么 对于我的困难之度 就是说 在我们那个年代 你一般都是会 即便你去要当一个 不要说收银员 你必须在 就以超市来讲 你必须有一些 知识上的那个 那这些我们都不会 真的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已经走入那个 比较 不好意思 因为 比较在需要科技或其他技能的 科技化 我们真的 像我现在 就像讲的 我的手机还是引发出我的手机 对 所以其实你也试着去做别的工作 我也尝试去做一个 可是 但是以你自己的能力 其实是没有办法 根本就没有办法 对 到最后我还是又回到了 这个时常的工作 虽然我们可以理解 因为你在面对到所谓的竞争 或是可能自身能力 也许在这个社会里面 不符合这个社会的某种期待 而去做了这样的一个 留音的工作 但是我相信很多的观众朋友 还是会觉得好奇就是 那做留音就留音 那为什么还要再去 运毒呢 那这运毒已经 留音已经让大家非常的 可能对这个社会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或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记 那运毒不是更糟吗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回头请教小玉 这几年有点帮助里面 行三百万的小 但亲妈妈小玉说 他只好去做性贪 因为性贪是非外制压 无法用银行来交代 只好专用用放当地的人来交钱 结果过来等下来 这部是还几个杯 有点行小 他最后去帮忙运毒 因为运毒品 六十一回小玉 让人破均八年半 则定 最同样有点新准 一十万块的代价去运毒 还有还有已经六七十回性贪作者 在历史社会是跟他生完 说 因为性贪不合法 让这个性贪作者 只好没得有以外的风险去讨论 所以来到台北市政府 头前 向市政看分一个话 但是我们还是要问柯市长 他能不面对这台北市的老刘英小姐 为什么为十万块停而走前运毒吗 本案其实深刻的反映了阶级贫穷的社会结构问题 市政府没出处的任务出面 接下来丁金苏 表达说会把这个诉求转给看分帖 里面出帮友说 市政府能够快落实性贪备 抗法 提出实财政策 而且永远说 如果是在台湾进行 看分帖还没出面回应 会继续来做抗议行动 记者综合报道 欢迎回到参赖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翔 在刚刚上一段节目当中 我们其实也访问到了小玉 小玉因为在三年前 因为这个参与的这个国际的运毒 要被判路肩服刑 就是在10月30号 那小玉不但是参与的这个所谓的运毒 其实同时他也是在很多人 不太能够认可的这个行业 所谓的流因这样的一个工作 公共行业里面去进行工作 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 要让大家去进一步的去理解到 为什么小玉会做这样的事情 而做这样的事情 对他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 所谓的解决他生活困难吗 或者是反而造成更大的 这种所谓的生活的压力 同时我们也会再进一步来谈 整个台湾的这个所谓的仓气制度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那我想接下来还是要继续的请教小玉 就是当时为什么你会去参与 这个所谓的运毒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是非合法的工作 然后又因为没钱 然后借以借贷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升向银行 只能升向钱庄跟日汇 可是这当中仅仅就是为了这个十万块钱 从三万块钱开始 这个利息一直加上去 那再加上说我们毕竟我们是已经连老了一群 那在工作上面骂没有办法说赚到十足了 有时候赚不到就是这个利息一直算上去 那今天会走到这个运毒 病毒事件 我相信说在外界人或许说不会理解我们在底层人民生活当中 不像说你们外界你们可以跟银行借贷 可是我们却是在非法之下只能走向这些地下方面的几届 所以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跟银行借贷 也必须要去走地下钱庄 但是它就会利滚地 然后越来越大 越来压力越大 压力太大了 因为从三万滚到多少 三万一直滚滚滚 滚到几万 滚到近十万 那当中确实是受不了这个压迫 然后就刚刚好有这个 就是才去坐这个运毒车手 那相信说没有人愿意去走这一条路 但是你去做这个工作不担心会有风险吗 就是在台湾运毒特别是海洛因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 你不怕这个问题吗 因为当时也没有考虑到这么多 而且不晓得说在我们的知识上不晓得说 这个海洛因是这么严重的 即便是当时被抓到的时候 然后我们心里恐慌了 当我们进到基亚索 再看到吸毒者的他们的阶段 阶段到几乎说让我们看到我几乎 我每天都没有办法可以睡觉 因为在阶段的过程 就是他们每天晚上好好大哭 手脚被脚疼脚哭 然后在当中垂胸垂地的 自己看到说如果是没有是我们带这个毒品 或许说今天就不会造成社会大众的 这些不被接受的状况 那对毒品确实是我们本身也是相当的排斥 可是今天就是为了这四万块钱 逼不得一之下 才走向这个运毒厕所来解决 所以你现在心里面 我心里面 因为在当时我们在被激压的时候 看到我每天都 我几乎每天都在服务 看到他们这样的那种头吹 吹臂 然后在激压 发生任何事情我们也要 同情室都要去护担 看到他每天我睡地上说 阿姨 阿姨你起来你帮我 你帮我抓养 你帮我抓一抓 因为这样整个甚至都是 在激压的时候都是虫在咬 这几乎甚至都没有办法 然后甚至他在要到医务室的时候 他还要从四楼 用爬的爬到二楼 因为这个毒品在上瘾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都是 变了一个人的 做出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 所以说我觉得说这点真的是 对我来讲真的是造成我心里上的很大的一个可质 自责 即便是我今天保外三年 我这三年的日子我过得非常的痛苦 因为这个噩梦 这个梦 照我来讲 根本是都永远永远的忘不掉 那现今虽然说我们的案件 也经过法官给我们清判了八年 那现在也接到入肩通知剩二十天 你现在心里的状况就是 在二十天之内你就要去入肩复兴 而且长达八年的时间 那你出来大概有七八十岁了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或是你现在怎么办 依我 其实依我们的健康真理 就像讲我们跟法官讲 这八年我可能 生不如死 可能老死在狱中 你想 因为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年纪 可能出来 出得来吗 出不来 不过在法律上 他还是有他 从法官来讲 他可能必须要去按照法律 来去做这样一种判决 因为我们确实是不对 所以说在这边 我们像各位大宗社会说 对不起 抱歉 所以我们知道像类似的这种情况 小玉是一个例子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 但是如果我们把刚刚 从这个白蓝关节这样一个 李军的这个例子来看 事实上这个苍绩的这个所谓的废除之后 至少对于一部分的人 他们在生活上面是面临到很大的困难 甚至必须要寻使 或者是要必须挺多走险 去走非法的这样的一条路 那怎么办呢 像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很多的吗 或者是你们怎么去协助 或者是怎么去面对这个非常严重问题 当然对很多人来讲 他的严重可能是说 仓气合法会对这个社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 可是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是说 那这些人的工作 这些人的生活 这些人的生命 这些人的未来 应该要怎么办 我先也比较 因为这三年来 也是跟小玉跟其他 就是还有两位小姐 比较是也一路陪他们 面对这个保外三年的经验 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其实他们都已经知道说 法官是已经算判清了 那但是这因为我们熟悉的这八位里面 我们熟悉的是三位 那这三位是年纪最大的 大概是六十到年纪最大是七十一岁 那我是跟这几个老奶奶聊天 是看到说他们的确是有 虽然已经大局已经定了 当包含是在十八天 十月的三十号就要入监了 他心里还是有一种一口不甘 是觉得是说 如果今天性交易这个职业是合法的 我能够是合法的身份 跟银行借钱 因为像一般劳工 失业劳工是有一个权利 是有一个比较是低息的 甚至免息的一个借贷的一个系统在那边 甚至他会有其他社会 对他会也会有社会的 相关的保障 可是我就看到说 因为他们的现在没有合法状况下 其实多数的小姐本来会缴一点 就是其他就是什么职业工会保一下 可是保久了问题是他有时候生意不好 生意不好总额的收入就不好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不缴了 像小玉 他国民年金照理来讲 他现在是可以享受国民年金的 可是他前面就是缴不起 他连健保费也都是能拖再拖的 才能缴得起的状况 像国民年金的这个年金 他现在已经 严格来讲 他的年纪是可以拿到了 但他也没有办法有这个收入 所以我觉得是会看到说 这个性专区的这个合法化 没有的时候是对很多新工作者是有个很多不方便的 我再举一些例子 就是也是一样是小玉 我听小玉讲过的 就是现在非法化的状况下 假如万一遇到客人是白嫖的 他想要去报警 客人就也会跟你讲说 好啊你要跟我要钱 那我去跟你派出所 再来 而且这是 在他从事这个性交易系工作的时候 他是没有保障的 对 因为他没有办法法律的介入 或者是在那个房间里面 他通常是什么东西都说不清楚的 对 对 那包含是警察也会是觉得是 他就知道你是新工作者吗 那这个我先办你社会有80条 我再来帮你办你说白嫖这个案件 就是我觉得是那个会有很多的 对非法的新工作者上面有很多的不方便 那以前公商合法化的时候 我就听过有些小姐跟警察的关系 因为合法化 他的关系就不是对立的 比如说有一个小姐不提供口交的服务 那他就让是有一个客人本来讲好了 结果进去房间里面 他又想要跟我争取口交的服务 而他这个小姐是直接拿110 叫警察来 说这个客人要协迫我 公权力可以介入 他只可以直接介入 或者是说真的万一 合法的餐馆有一些黑道的 硬要是收一些保护位干嘛 这是不合理的时候 业者也可以直接报警 警察说有黑道在这边 警察就可以直接协同 就是我会看到的是 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保障 对新工作者有非常多的权益 是没有办法把上到的 不过我们的法律其实也通过了 让性交易专区是可以成立的 那其实你们也有多次拜会过 这个柯文哲市长 那他的态度是什么呢 或者是说性交易专区成立之后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真的能够得到一些保障吗 我稍微讲一下柯市长上任之后 他怎么思考这个性交易的政策 因为我们大概找去抗议找他11次 那一刚开始2015年的时候 柯市长的立场是比较是 维持台北市不设合法的性交易的营业场所 那他的理由是考量是因为台北市人口密集 然后认为这个行业隔离不容易 所以就不考虑 那我们怎么分析他讲说隔离不易 这个我还是觉得是他还是用一种比较是相对负面 他是一个传染病所以才需要隔离嘛 可是事实上他这样的思维我认为是行不太通的 因为新工作者的工作地点绝对会是交通相对比较方便的 不然客人要怎么来对不对 那所以后来柯市长我们是比较看到说 他在去年的时候比较有一个改变立场 就是认为台北市应该要朝向合法管理的方向 那但是现在已经也过了一年了 他其实完全没有除了这个口头表态之外 也没有具体的政策 那我们比较看待事实是说 因为地方政府有一个社会的80条 社会的80条之外 有一个社会的80 对不起 社会的法就11之1条 那这一条是管理说地方政府得因地制定自治条例 然后可以用这个自治条例来地方有一个区位 可以设定一个所谓的性专区合法的营业场所 所以其实形式上是合法了 可是因为就是他的法律上面是地方政府得而不是因 所以等于这是修法的过程中 中央一来是他不想要2009年因为大法官失陷了 失陷了之后两年就会是失效 可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他不想要让失效直接发生 因为失效直接发生就等于是仓表是合法 所以接下来你们会打算怎么做呢 因为面临到这个其实是一个被对社会大众 还是一个道德的问题 甚至是一个政权的问题嘛 那你们该怎么办 或是你们想怎么办呢 我们就是还是 柯市长他现在有在拼连任 可是他现在的任期还有几个月 我们还是觉得他要掌握 趁他在现在的任期里面 具体针对性交易的政策要提出来 那我们日日村协会跟小姐们几个共识下来 对于地点的管理的原则是这样看待的 首先是说我们不太同意合法化的规定脉络里面 马上用以零为后的概念来设置性的合法化的 性交易的工作地点 因为以零为后或许终究未来有可能会发生 但是现在的柯市长在市政的政策思维的时候 绝对不能是一个市政规划的状况 就觉得啊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甚至是之前佟仲彦议员提的案子 他大家可能比较认识的是 他主张应该要中山区设立新专区对不对 可是他其实他的案有说明是 因为他是中正万华区的议员 所以他希望把万华的娼妓迁移到中山区 那这个就是比较是以零为后的概念 那这个我们是不同意的 那所以我们反而比较是期待是务实的面对 怎么样叫做务实就是说 即便现在是台北市是全部都是非法的 但是各个行政区有一些区位是 是有冒着非法状况下 还是有性工作的营业地点的 譬如像小玉现在20年来工作的地点 像这样的区位一定程度是需要更细腻的来思考 公共政策要如何具体的政策 因为比如说应该要 因为小姐的部分大概都刚刚有说明说 为什么合法化重要吗 那我反过来讲说 合法化的思维 其实对小玉工作地点附近的居民而言 也比较能够有一个机会 是公共政策下来之后 有公共资源 改善小玉工作的这个社区的环境 那这个赶上社区的环境 一定是需要包含到当地的居民的一些考量 譬如我们因为也长年下来 也会认识到一些里民的居民的朋友们 他也会反映说有一些会有噪音问题 晚上因为小姐他们都是有夜班 那晚上就会噪音到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宣导 或者是政府也可以是更友善的宣导 这个噪音的部分可以怎么解 比如说帮忙加两道窗户 也就是说在目前已经会有 这样的一个新交易的地方 事实上是可以做比较妥事的规划 因为它事实上已经存在了 但是我们怎么样在一个公共讨论的过程当中 然后把环境做好 然后把这个政策设好 也许是一个可以去进行的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当中 看到一个所谓的从事仓器 或是看到一个所谓的运毒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或许对绝大多数的人恐怕都是一个不太能够接受的 一种所谓的社会现象 甚至会有某种程度的这个厌恶感 可是必须要回过台来讨论一件事情 就像我们节目非常重要的宗旨 就是你会知道很多的议题的发生 背后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那这个所谓的仓器的问题 它绝对不会只是一个纯粹的道德的问题 它甚至是涉及到了这种所谓的工作权 或者是它工作能力 甚至包括了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整个生命的问题 那这次必须我们要好好的去面对 而不是一昧的觉得它必须要去排除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跟你讨论相关的话题 我们节目到这边结束 下次空中再会 拜拜 欢迎收看这礼拜的关键新闻 我想这个礼拜最重要 最受关注的社会运动新闻的焦点 应该就是桃园的这个藻礁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天然气的开发 选址的问题 其实藻礁这个千年的生态的保留 也受到非常大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的报道 攸关中游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是否能够开发的环平大会 近期历经两都留会 8号下午 勉强凑足开会的人数门槛 七位官派委员 加上三位专家学者委员 共识人出席 环平案以7比2强势通过 今天你会不会觉得说 这是环平制度最黑暗的一天 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透明 一方面要怎么样尊重委员 而不是指明道姓的去救委员给他压力 我觉得这一点最要改善是这一点 由于第三天然气接收站 涉及关塘藻礁生态 其实环平出审结论是决意驳回开发 但外传行政院立拼方案 让不少反对开发的专家学者环伟 拒绝出席环平大会为中游背书 环伟刘晓如昨天发表公开信 执疑行政院长赖清德要拿官塘三级案 作为深澳电厂建盖的筹码 会彻底破坏环平制度 将成为台湾开发史上重大污点 不过就在开会前 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 先在脸书发表三千字辞职声明 表示9月13号书面辞呈就已经自行送到行政院 辞意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关塘工业区因为赖院长过度期待的发言 不止环平制度公信力禁失 甚至连正常运作都有困难 离当初修法的目标越来越远 有愧职守 唯有辞职已是负责 还是做的这个 我让我很遗憾的一个决定 不管我的死活的这件事情 我个人认为他非常不顾江湖道义 行政院昨天傍晚同意詹顺贵请辞 关塘案顺利翻案 中游董事长戴谦表示 感谢各界指导和指教 经济部次长曾文生还一度哽咽 环保团体批评 这是环平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这个案子通过是生态和能源安全双书 将会针对环平制度瑕疵提起行动诉讼 而且也将会在10月3号 发起旧藻礁的凯道游行活动 记者综合报道 官方以这个强势的这个能力 7票呢 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都投了 这个所谓的统一开发案 那这个统一开发案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有非常多的环平委员 就选择了这个所谓的不出席 或者是这个用其他的方式来去表达 他们对这些政府的这个开发的这些抗议 不过政府还是以这个人数的这个优势呢 这个开会人数的优势呢 通过了这个案子 我想这是对一个环平制度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破坏 也是让这个环平委员 原本是希望透过环平委员的这个中立性呢 来去让这个为环境来把关这种做法 其实也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质疑 这官方如果是这样子干的话 那谁会再相信这一种中立的这个机关 那不过这个开发案这个通过之后呢 其实也引来了这个劳工团体 环保团体的抗议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一则新闻报道 双十国庆 桃园市政府首度自行举办升旗典礼 桃园市长郑文灿上台致辞时 老公市长参选人朱美雪和环保人士 突然从侧边上台呛瞎 表达反对新建关塘三街站的立场 场面一度混乱 稍后在平镇区国旗屋 国旗达人张老旺第24年自办的国庆升旗典礼 桃园市长郑文灿 国民党市长参选人陈学胜 前桃园县长吴志阳难得同台庆祝 朱美雪等人虽如影随形 但这次其他关心藻礁的民众 也高举抗议标语 现场一度爆发推极冲突 市长请保护藻礁 保护桃园的藻礁 这四年来我保护藻礁的用心跟力量 超过抗议人十倍以上 我们有抗议 我们是因为我们爱桃园 他爱这片土地 我们也爱这片土地 希望他能够救保交 抗议民众表示 民进党强硬破坏桃园藻礁政策 引来争议应该公开辩论 而郑文灿表示 必须回归理性讨论 未来会加强监督三阶工程 让用电需求和环境保护 尽量达到平衡 记者詹淑云桃园报导 虽然郑文灿市长说 他对于所谓的藻礁的保护 花了非常多的这种心力 可能他甚至认为 比这个抗议的团体 还要更认真的在做保护藻礁 可是说实在的 这个所谓的藻礁保护 在不管是郑市长 或是蔡英文总统 其实都曾经宣示过 要让这个藻礁呢 这个能够得到这种保存 因为毕竟是一个 七千来年来的这个生态 虽然这个 这个郑文灿后来说 不是啊 我们当时谈的是关心 可是不管是关心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藻礁地点 我想这个保存不会是在这一种 所谓的特定区域才是需要保存 其他区域就不需要保存吧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生态跟价值的问题 那这样子一个做法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太过于全谋 或是太过于缩垂 而没有办法达到当时 对于所谓的环境保护的承诺 当然另外一个非常注意到的一个 大家关注的焦点 就是环保署的副署长詹顺贵呢 其实也在这个环评会议开始之前呢 也提出了辞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选在中油 关塘案环评大会前 在脸书发表辞职声明 写着他9月13日已经送行政院戴和 此意未变 而关塘工业区因为赖院长过度期待的发言 不止环评制度公信力尽失 甚至连正常运作都有困难 但他也写到 并非要借由辞职提出定件 还说原本9月12日的环评大会 应该可以依法做出决议 是来自程序外的变数而脱僵 演变成僵局 认为离当初修法的目标 越来越远有愧职守 唯有辞职已是负责 最后感谢蔡总统 前院长林全 以及署长李应援的支持 唯独没感谢赖清德 引发外界传测 面对这个张副署长 他个人强烈的请辞的意愿 那行政院长也是免于同意 他的理想会对 或者说对于政策推动的方向 以及他的坚持 院长都是尊重的 晚跑律师出称的詹顺贵 在蔡政府上任后被延览怒格 也引发不少争议 让他的立场备受质疑 像是台电大潭电厂的燃气 单循环紧急发电计划 强势过关 还曾在公厅会上与环团爆发口角 愤而离席 今年四月的深奥燃煤电厂扩建案 他投下让案件过关的关键仪票 报受外界批评 中有关堂案上周环评审查 出席人数不足留会 他也请假没到场 同时社运出身的学者 徐世荣认为 如果只是变成一颗棋子 詹顺贵已经不失任 政府官本来就应该能够秀出 这种政治的一个风向 如果自己已经没有那个空间 要变成只是一个棋子的话 他已经很不适合去担任这样的工作 深奥的事情 他投下那关键的一票 已经造成伤口了 那现在就是看他以后要如何来 弥补这个伤口 深奥燃煤电厂重伤詹顺贵 选前的中油关堂案 似乎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从社运人士走入体制内 成了政府官员 有理想却敌不过政策走向 詹顺贵最后只能辞职明治 记者综合报道 好想詹顺贵其实 也不是第一次提出请辞 这次真的是吃了秤坨铁了心 而且最后也是这个请辞成功 那当然他也是透过这种请辞来表达 他对这个所谓的开发案 这个环平的这个过程 政府介入的这个过程表达一个强烈的不满 从某个角度来看 就是詹顺贵在担任这个环保署副署长期间 其实也有很多的环保团体是不认同 当然有些团体觉得说 他其实进入了这个位置里面 去协助了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环境保护的 这个相关的这种所谓的做法 而不让他这个快速的这个受到经济发展的 这个影响跟破坏 可是刚刚谈到了这个詹顺贵的请辞 恐怕不是只有单纯的对这种所谓的 找交议题的不满 我想一个更大的一个必须关注的是说 民进党在这个上台之后 其实也找了许多的这个 从社运界学术界进入到政府体制 这种工作的这些朋友们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 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 或是政府的这个态度 或是面临到这种价值上面 争议的时候 其实很多的环保人士 或者是这些进入到这个政府工作的 这些学者或社运团体 其实不见得能够接受 而这个詹顺贵的 这个所谓的请辞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 这个象征也看到的是 这些有理想的人 当他进入到体制之后 这个体制恐怕是折磨了这些所谓的理想 最终他们也必须选择了离开 这是以上的关键新闻 天空的眼泪 吸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子梦 在手中的黑暗 也许不过 我们老道 都在牟责 这种黑暗 我能说 是原子梦 我能帮助 是原子梦 字幕提供